但我們看到在7月3號的時候 王毅在整個一個會議裡面 有提到一件事情 他寫這些日韓說 西方國家跟美國人是分不清楚 你們我們的差別的 反正就是黃皮膚 反正眼睛鼻子就是長這個樣子 你們要小心喔 如果未來我們受害 你們也不會好到哪邊去 某種程度來講 談到的部分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大家其實亞洲人 大家都是同坐一艘船 要死 大家會一起死 哇 這個訴諸到這麼樣的方式 然後不只種族 感覺已經是人種的對抗 這不知道他到底在玩什麼 而且這樣的說法 當然也引起大家許多的一些 好奇跟關注 甚至有些會覺得 非常的驚訝跟震驚 所以老師 王毅這一套的說法 到底這個是窮途末路 潛逾技窮 沒有什麼手斷了 這怎麼回事呢 我想王毅的這一番話 就是可以說讓這個外交界的 專業人員跌破了眼鏡 鏡片也碎了 然後這個筆框也斷了 同時也讓一般人就是怎麼樣 笑到滿地找牙了 為什麼這麼講呢 就是第一 我首先要講 中國你有什麼資格和立場 去詢問好了 好不好 或者是提醒你中日韓 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那你中國自己本身都沒根了 你用什麼立場叫人家不要忘根嘛 那麼中共一再宣傳就是說 它有兩個根了 一個叫做中國的傳統文化 請問從文革這個破四就 達到孔家殿等等的 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被你中共這個政權 已經是踐踏到怎麼樣 已經是體無完膚的一個地步了 你今天你還有什麼資格 拿中國文化的這個根來去比喻 或者是教訓人家說不要忘根 另外一個根叫做馬克思主義 不要忘記 馬克思是德國人 包括恩格斯也是德國人 所以當你用馬克思來做自己的根的時候 你有沒想想看馬克思其實也是黃頭髮 鼻子還挺尖的 等等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 用這種髮色和鼻形 來作為一種種族主義的標記 這其實是到了21世紀當中裡面 已經是一個非常落伍的一種看法 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我調一下書帶好了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種族的認同理論 就是theory of identity這個理論來說的話 一般來說這個認同的力量 往往是主要來自於 對於一個差異的一個強調 那麼一般來說的話 就是說這種種族認同 就是首先設定一個就是我群 然後有一個他族 這樣一種二元的一種差異 然後再從這種二元的差異當中裡面 來煽動 來動員一種叫什麼 非我族類 齊心必毅的 這樣的一種陰謀論 或者是一種仇恨的一個情感 所以王毅今天這一番話 他就是用一種什麼樣的 中日韓 我叫做我群 然後歐美叫做異族 用這樣的一種 特別是用髮色和鼻形 來做一種標記 他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來分化離間中日韓 日韓和美國的關係 王毅所說的這一句 就是不管你把頭髮染得再黃 其實也不是都是黃的 也有棕色的等等的 那鼻子修得再尖 你也變不了 你也當不了歐美人 這句話其實有兩層意思了 我這樣講吧 就是說我先舉個例子 讓大家瞭解一下 就是說當一個男生對一個女生講說 我們可能終究沒有辦法結婚了 但是這個話本身也意味著說 他內心其實是很想跟這個女士結婚的 這個就是說 我們有一種叫做 潛在了一種慾望的想像 就是我很想跟你結婚 可是實際上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要強調一點 事實上的不可能性 恰恰是證明了你的慾望的存在性 我再講一遍 可能比較艱深 就是事實上的不可能 證明就是說你存在的 有這樣一種想像的慾望 這話怎麼講呢 就是我這裡用一個 因為我是長年研究後殖民主義 有一位後殖民主義的精神分析學家 叫做France Fanon 用中文翻譯法農 他在所有的讀書當中 一直提出一個概念叫做colonial trauma 就是殖民創傷 受傷 這種殖民創傷有兩個要素 一個就是說在政治歧視 經濟剝削這個方面 來自於殖民者的一種外部的壓迫 這外部強加進來的 另外就是自己內心本身 叫做自我的殖民化 什麼叫自我的殖民化呢 就是說我很想成為一個 威風零零的統治者 殖民者 但是無論我是怎麼樣漂白 我是怎麼樣裝模作樣 甚至我無論如何我去鸚鵡學舌 我都終究做不了這個 所謂的統治者或者是歐美人 這就是說所以王毅講了半天 他說變不了歐美人 或是成不了歐美人這種說法 其實就證明他自己很想成為歐美人 所以事實上就不可能證明了 你存在了一種想像的一個慾望 所以我認為王毅在這種場合講這種 看起來好像一副好像氣勢 很彈簧的樣子 其實他不是一種強勢的種族主義 他甚至是一種悲賤的種族主義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就是我們從殖民創傷的角度來看 他是一種創傷之後 一種報復性的一種種族主義 所以我對於這種創傷之後的 報復性的民主主義 或者叫種族主義呢 我把它稱之為什麼東西呢 叫做新義和團主義了 那麼舊義和團就是山東那個拳匪嘛 他就是神靈附體嘛 刀槍不入嘛 中共下新義和團主義 一樣也是神靈附體 習近平附體嘛 然後這個他叫... 以前叫做福清滅養嘛 現在中共叫做福共滅養 其實是怎麼樣 雖然時空有所差異 但是本質是一樣的 這是我講的第三點 那麼主持人您剛剛問我嗎 就是說是否表示說 中共現在已經錢鱗技窮嘛 是的 完全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中共的外交 已經到了一種窮途末路 無牌可打的一個地步 那麼他自己自認的王牌 坦白講到現在都已經打光了嘛 你譬如說一直以來 中共在搞這個戰狼外交嘛 可是結果被國際社會當作什麼 一種國際笑柄啊 盧沙也不就是一個例子嘛 所以說現在人家已經不把你這個 中共的這個戰狼外交官 稱之為戰狼外交官 稱之為什麼東西 土狼外交官啊 這就是一種反進化 或者是退化的一種意思 所以現在王毅可以說是 我覺得是滿悲哀的 就是說他更加的退化 從這個戰狼外交 退化到種族主義外交 這個我把它稱之為反進化了 其實講白了就是一種墮落 這是我講的第四點 最後第五點我要講就是說是 我們當一種政策在推動的時候 遭遇困難的時候 我們俗話講的要窮則變 變則通嘛 如果你是自我檢討 向前改進 那麼有所這個發展的話 我們說我們用台語來講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撇步嘛 找到一個方法嘛 可是相反的話你若往後倒退 甚至變本加厲 我們一樣用台語來講 這個叫做撇步嘛 所以中共現在就是不僅是錢餘即窮 而且他已經退化到 就是採取一種撇步 退化到搬出這種種族主義 用仇恨來辦外交 我再講一遍 用仇恨來辦外交 所以在我看來王毅他不過是一個 穿著西裝的一個什麼義和團份子了 是21世紀最不入流的一個 我稱他為外交權匪 就是那個義和團的權匪 所以他不是一個戰狼外交 他叫什麼東西呢 權匪外交或者叫做土狼外交 好了